心理学与现代生活 把第二次作业绞交完成 老师会在8月26号上传我们的平时成绩 期末报告也请大家在9月15号以前能够交完 老师会在9月18号以前上传公告我们的期末报告成绩 原则上同学可以写学校网络公布的作业 也可以写老师为你挑选有解答的这几题作业 原则上第一次作业我会出试题请同学自选两题书写 第二次作业我也会出试题请同学自选两题书写 期末报告我会找一部影片 请同学分享心得或者是回答三个问题 详细的情形请同学看FB 或者是有问题也可以在line里面能够来提出 第二次作业的第二题的题目是 如何在工作中自我成长 这个在课本的175页到183页 第二个小题请你说明 有关于健康的冷身哲学事项重点 这个在课本的189页到190页 首先第一题我们如何在工作中自我成长 这个以课本上面它的标准答案 第一个我们要建议工作新关联 第二个要积极的设定未来的目标 这里少一个来 好我们生活的目标成功的条件呢 就是我们要积极的设定目标 这个包括七项 第一个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我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个什么是我的性向 第三个我们要设定好我们的时间表 我们每天的生活事情那么多的手税 你如果有一个你生活的目标 比如说我现在暂时的目标 是我想要买一栋房子 或者是我现在暂时的目标 是要把孩子的学费 好好的搅完搅到他大学毕业 或者我现在目标我想要让我的生活更充实 更有意义 我想要去旅行 或者我想要买个什么东西 那这些我可能都要设定好目标 要存钱 或者我要学习什么记忆 那这里很重要是我的性向 我的兴趣是什么 第三个是我如何安排我的时间 第四个 通常我们所设定的目标 它可能是中长期的 那么面对中长期的目标 我可能就要设定那个比较小的指目标 比如说我一个月要存多少钱 我一个月要学习什么东西 到达什么样的阶段 或者呢 我三个月要到达什么样子的目标 我们把我们一年的总目标呢 再把它切割成几个小目标 第五个呢 就是要付诸行动 每一个小目标 我们想要去旅行之前呢 我们都要先有第一步的行动 比如说我的第一步我可能要节制 要存钱 或者我第一步我可能我每天的时间 要预留两个小时 我特别来做什么 什么活动 能够做刻意的练习 就是你付诸行动 第二个我要经查检查我的总目标 跟小目标 还有我的执行性进度 第七个就是设定新目标 为什么最后还要设定新目标呢 可能我这个目标呢 我执行了一段期间以后发现说 不行很难达成 比如说我预计我要买一栋房子 那么我一年可能要存一百万 那么我可能每个月发现说 我一年要存一百万 我一个月我存不到十二分之一 那么我可能就要重新去设定我的新目标了 例如像这样子 就是说我可能过一段时间要来检查一下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达成我的目标 第三个培养掌握资讯的能力 培养掌握资讯的能力 第一个我们当然是要有接受新资讯的能力 第二个要会处理 第三个要储存 第四个要学会如何传送 比如说我有一些档案资料 我不单单可以存在电脑 我还可以存在我的手机里 那我如何能够提升这些资讯的应用呢 我们可能要把这些资讯划整回零 比如说我可能在赖族群 或者FB的族群 我接受到了 比如说我如何自我成长 那如何自我成长 你可能要把它切割成 比如说对现在的我 我怎么样每天能够更有精力 能够去面对我的工作 更加的积极面对我的生活 就是把那个整片的资讯 能够把它划整为零 找一些我能够吸收 我能够做的比较简单的先做 第二个让资讯丰富 而且有它的特性 什么叫特性呢 所有东西对我有用 我有感觉的 那么对我来讲 它就存在它的特性 第三个要活用资讯 第四个要挖掘独特的资讯来源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可能从赖族群 从FB或者从朋友那边 得到了对我的目标 有帮助的资讯 比如说我想要买车子 那可能我从朋友 或从网路 我得到了买车子的资讯 那我要确认这个资讯的来源 是不是正确 还有呢 它这个资讯呢 对我想要买一部新车 帮助有多少 第五个呢 要敏锐地延伸触角 比如说我想要买车 我可能不单单只是看车 我可能还要看看 有关于车子的保养 或者有关于车子的相关讯息 就是说我要延伸我的触角 第六 找人倾听我们的谈话 就是我们有事情要找人商量 而不是自己一个人 闷着头自己在门做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有人陪伴你 有那个资讯的专家 可以听你说一说 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这样对你要培养 掌握资讯的能力 是有帮助的 第四个要借你知信心 第一个我们要了解 自己的限制 上一部影片老师有特别讲到 我们要清楚 自己的极限是什么 第二个 要把重心放在自己的优势上面 就像五根手指头 你一定有长优端 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优缺点是什么 然后把我们的重点 放在我们的优势上面 然后尽量去放大我们的优势 第三个要培养信心 第四个要有做最好的心理准备 第五个能够接受建设性的批评 第六个从错误失败里面 继续想教训 第七个与值得信任的人培养友谊 第八个扩展视野 第九个保持谦虚 第十个庆祝自己胜利 所以呢不容易 建立自信心也是不容易的 最好你能够有伙伴 可以陪伴着你 你就可以共同讨论 共同商量你 更容易建立自信心 另外第五点 要培养有效的沟通能力 第一个我们要使人家能够了解 我们明白我们在说什么 所以我们要有一种预测 我们讲这些话 这个行动对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第二个使人接受 我们可能要表现的比较自然 诚恳热心幽默 让对方可以接受我们的 一个传达讯息的态度 第三个 产生预期的反应 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会 如何说服别人 愿意去做某些事 也就是说 当我们想要让对方了解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先去预期一下 我做的这个行动 说的这些话 那么对方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当然第四点就是要了解别人 我们要先积极的倾听 动悉别人的需求 欲望 动机 然后尽量呢 去打破彼此之间沟通的障碍 第六个要增强接受挑战的勇气 第七个要做好时间的管理 也就是说我们要认清我们的目标 而且要列出我们可以行动的步骤 第二个我们要分析我们使用时间的习惯 有没有要做调整的 第三个要列出我们现在应该要做的那些事情的清单 所以你最好有一个小小的笔记本 可以记录下来 我今天做什么 明天做什么 我这个礼拜要做什么 我这个月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还有做事情要有方法 要有条理 你最好有一个朋友或者有一个咨询的专家可以跟你一起讨论 第五个我们要做好生活管理 包括我的时间管理金钱管理 第六个我们要善用平衡的原则 也就是说某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太集中在某一个部分 我们尽量能够自我调试 第八个呢是因应压力的有效策略 第一个我们要适应生活上的改变 第二个我们要学习面对难题 第三个我们要学习应付冲突 第四个我们要有一个豁达开朗的行凶 第五个可能有的时候要变换一下我们的兴趣 虽然呢很多兴趣是我从小到大 或者是我一时的感觉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因应压力 要去转换自己的兴趣 第六个培养幽默感 第七个要自己放轻松 第八个要克服担忧 第九项呢第九大项要避免漏入身心浩劫的现景 也就是说你不要太累了 好第二个小题目说 请你说明有关于健康人生哲学的事项重点 第一个要有愿景有梦想 就是说你生活要有目标 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去帮助别人 第二个积极乐观的努力工作 我们还要学习跟别人合作 让我们的愿景梦想有机会成真 第三个我们要平衡工作跟休闲的游乐 要关心自己的身体精神跟亲密的关系 第四个要享受生活的历程 这个是课本上面对于第二次作业第二小题的一些解答 老师在这边做说明 另外老师也补充了一份资料 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积极的达到成功的人生 我们需要有恒毅力 什么是恒毅力呢 因为努力比天赋更重要 所以在这里老师跟大家分享一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恒毅力 那这个呢 也有一些学者把它拍成影片 那我这个资料是从影片里面做剪辑的 就是说你看完的这本书 希望你可以学习第一什么叫做恒毅力 第二个我们要获得成就是有公式的 我们如何运用这个成就的公式 第三个我们如何培养恒毅力 它是有实施步骤的 曾经有学者专家 他针对美国西点军校 1218位的新生 做了一个恒毅力的量表 结果他显示 一个人他恒毅力的分数 跟他的天资就是他的天父一生俱来的能力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且呢 在这个新生训练野兽营结束以后 共有71位新生错学 那么这个学者就去研究说 这一些新生他没有办法通过检测 他错学他的原因 有可能是他的恒毅力的问题 因为这种恒毅力呢 他不是一种运算能力 也不是一个人他天生的能力 他是一种我们后面会在说明的 是一种他能够坚持的能力 所以呢 在这里呢 这个学者他得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恒毅力跟一个人的天资 是没有关系的 而且呢 这个恒毅力可以用来预测学员 是不是能够通过严厉的训练 是一项很可靠的指标 有的时候恒毅力 常常是被我们低估的一个工作 或者是生活的一个能力的必要条件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去访问到很多成功人士 问他说 你觉得你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得到的答案 会是领导能力啊 坚持啊 人际关系啊 或者是一个人的远见等等 但是呢 我们也可能会发现 很少人会说他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恒毅力 那么恒毅力到底是什么呢 恒毅力是从英文 Great翻译过来的 那么什么是Great呢 Great就是指一个人咬紧牙关的那种状态 也就是说一个人咬紧牙关 当你的恒毅力你的Great越高的时候 代表你遇到困难跟挫折的时候 你越能够咬紧牙关的撑过去 那为什么平常我们的恒毅力通常都会被低估呢 那是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天赋的迷失 什么是天赋的迷失呢 举个例来说 假设有某个人是国际知名的钢琴巨星 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说 那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天赋 又例如一个篮球大帝Jordan 很多人会认为说他篮球打得这么好 是因为他在篮球方面很有天赋 他可能身高啊体格啊 他的爆发力 都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换句话说 我们常常把某个人在某方面做的特别出色的原因 那归咎于是他天生的与生俱来的天赋 我们太看重一个人的天赋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的努力 其实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安琪拉达克卧师他提出了两个公式 就这本书的作者他提出了两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是天赋乘以努力 等于你的技能 第二个公式是技能乘以努力 等于你的成就 所以从这两个公式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当你想获得成就 除了你的天赋以外 你还要乘以努力再乘以努力 也就是说你需要加倍的努力 怎么说呢 这个技能与成就的公式就是说 天赋乘以努力等于你的技能 你的技能再加上努力就是你的成就 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呢 除了你与生俱来的能力天赋以外 你还要继续努力 那么你就可能学成一个专业技能 那你拥有一项专业技能以后呢 你还要继续努力 你才有可能获得跟别人不一样的成就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 努力被成了两次 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安琪拉·达克沃他所认为的 如果你要成功 你要付出的努力 是很重要的 而且源源大于你的天赋 在这本书也举了一个例子 假设有两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 他的天赋是四 他的努力只有一 那么他最后的成就会是四 另外一个人 他的天赋只有一 但是他的努力是二 最后他的成就也会是四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在说明 当你努力的程度 是别人的两倍以上的时候 你的成就可以超越 天赋是你四倍的人 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很努力很努力 最后仍然会胜出天赋比他高 但却没有那么努力的人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很毅力呢 主要有四个方法 第一个是兴趣 第二个是刻意练习 第三个是设议目标 设定目标 第四个你要怀抱愿景 希望 希望是一种我们能够面对任何处境的毅力 所以老师在这里特别说明这四种方法 第一个是兴趣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喜欢你现在正在做的事 第二个呢 是练习 你必须要全心的投入 不断的寻求进步 第三个是设定目标 你必须要深深的相信 你现在正在做的事 是有兴趣 所以呢 你光有兴趣 你没有目的 没有目标 你光有兴趣 那这样还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同时有兴趣 也有目标 这两个同时存在 你做的事情才会持久 第四个呢 是希望 希望呢 是一个人 他能够面对任何处境的一种毅力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你看我们要成为世界 左上角这个图 我们要成为呢 世界顶尖的专家 我们需要的是刻意练习 你看这一个 这一个横走是时间的走 重走呢 是我们的能力 如果我们看中间我们那个抛物线 那个发展受阻 就是说当我们很努力 很努力的时候 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很努力 去完成我们的能力的时候 如果我们碰到困难 我们就放弃了 我们可能就掉下来的 你花了很多时间 是没有达成成就的 但是我们如果 继续很努力的朝上 继续努力 我们就有可能会达成 世界顶尖的专家 所以呢 我们要培养自己 成为世界顶尖的专家 我们需要投入的是 大量的时间 来培养我们的能力 那很多人在 迈向成功的路上 经常都会碰到挫折 当他碰到挫折的时候 就会忘记练习 忘记要持续努力 那我们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而这个当中 可能有一些人会选择放弃 但是如果我们的恒意力很高 我们呢 继续坚持下去 继续的改进自己的缺点或错误 那么我们就有机会 继续往上 逐渐成为世界顶尖的专家 以及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不能持续的改善自己 突破门槛 那这个也是 我们成为世界顶尖的专家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需要刻意的练习 我们并不是只有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才去做某一件事 而是我们需要刻意的去做它 刻意的去练习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刻意练习呢 刻意练习呢 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我们要有明确定义的目标跟挑战 第二个我们要全神贯注 全心投入 第三个是我们要有及时实用的意见回馈 就是说我们要咨询朋友的意见 或者是咨询其他专家的意见 第四个我们要不断的自我检讨 不断的自我改进 那看完了这本书 它主要是让我们明白 一个人的成就是天赋成意 努力在努力 一个人的天赋越高 他的成就也会呈现现性的增加 但是呢 一个人呢 他愿努力的时候 他的成就也会呈现 指数型的增加 也就是说 努力的程度远比天赋还要重要得多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级人物 我们需要的是刻意练习 以及当我们在练习当中 如果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恒意力 可以坚持下去 持续的改进自己 这个是老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恒意力这本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要说再见了 平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